大家可以經PayPal、PayMe、專數快或Patreon 在此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的月費計劃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MyRadio 大家好,歡迎收看《毓民踩場》 今天是2023年3月20日 提醒各位朋友記得幫幫忙交台費 支持MyRadio繼續發聲 由20日到31日還有11天的時間 希望大家有看我們的節目 但從來沒有加入Patreon 沒有給過錢的那些 希望可以支持一下我們 如果不是,你只要看不給錢 那怎麼辦呢? 當然這不是負費 硬性規定 比如說你一定要給錢,不給錢就沒得看 那我們就做不到,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不要不斷看,看完之後又在唱 然後又不給錢 這就是道德上也有問題 那我們基本上就不會 到時到後就會給錢 但我們也會提醒他 今天有幾宗新聞都值得說 無論是國際新聞 和台灣的新聞 或者香港的新聞 都值得我們去討論一下 分析一下 都是新鮮而辣 當然,早兩天大家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這個 就是根據中國官方的媒介說的 就說這個 習近平將會訪問俄羅斯 和普京見面的 這就是今天開始 連續三天 之前就已經有報導 這些國際傳媒 中國官方的媒介 甚至乎為他此行 撞聲勢 就出了一篇很長的文 然後兩邊的媒介 無論是莫斯科 或者北京 兩邊的官媒 都有文章 比如說習近平在俄羅斯 那邊的媒體又有一篇文 然後這個人民日報 又有普京的一篇文 普京那篇文 就是俄羅斯和中國 面向未來的夥伴關係 這是人民日報 登的普京一篇文章 另外就是在俄羅斯報 也同一天 俄羅斯報 也有一篇習近平的署名文章 這種做法很清楚 這一組已經安排好了 也是在集帝登基之後 兩會開完 他正式做第三任的國家主席 其實沒有多少任 因為國家主席 經過他2018年修憲之後 已經沒有任期限制 做到他瓜佬鎮為止 國家主席是國家最高領導人 英文叫president 不需要選出來的 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是人大象皮道章 就是傳票 沒有第二個候選人 這種就是中國特色的選舉 做到他瓜佬鎮為止 甚至一息上前 坐在輪宇裡 只會吐氣 都要指手畫腳 這些就是獨裁者 當年毛澤東有版給大家看的 1976年9月9日就釘蓋 在1976年9月9日釘蓋之前 就算坐在輪椅裡 躺在那裡 不能動 懂得呼吸 他都要指手畫腳 等於可以控制大局 當然有代理人幫他控制大局 那四人幫 就是國際間對習近平去俄羅斯 去莫斯科訪問和和普京會談 是高度重視的 其實在過去這十年 過去那十年 習近平也去過俄羅斯 訪問有十次 也十次和普京都有見面 普京也是一個長期執政 和獨裁者沒有什麼分別 他是通過修改憲法 或者改選舉制度 可以做到他瓜佬鎮為止 有民主選舉之名 沒有民主選舉之實 兩個都算是聲聲相識 因為好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三幾年就換一個 他有任期制度 那習近平可能見到別人外國 有些領袖應該見過幾任 因為他是獨裁者 唯獨是普京 他們兩個真的 可以是聲聲相識 兩個都是獨裁者 之前已經見過十次 在過去十年已經見過十次 最好的朋友 是形容這個 互相都認為是最好的朋友 普京就說習近平是最好的朋友 尤其是普京發動侵略烏克蘭戰爭之後 已經成為人類公敵 在這個世界大家都說和平的時代 你無緣無故找個藉口 打烏克蘭 現在就說軍人的死傷人數 竟然是比烏克蘭多 你說你對那個國家有什麼貢獻 對世界和平固然沒有貢獻 對國家也沒有貢獻 但是呢 跟習近平真的對話 因為中國 他不認為這場是侵略戰爭 他認為這是衝突 是一種必要的軍事行動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又不是很積極去介入這個俄烏戰爭 他又不給錢 又不會給武器 又不像英國那樣 好像美國 或者其他西方國家那樣 對不對 現在呢 他就要扮演一個所謂和平使者 就是要推動這個所謂和 大家最好就是停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有些報導 就是 外媒也是這樣說的 認為他這次呢 去這個俄羅斯呢 是 一個最 最主要的任務就是 要 作為一個調停人 或者簡單點叫調人 調停者 是不是 如果他可以做調停者的話 在這個俄烏戰爭超過一年了 是不是 又死了那麼多人 又那麼多人受傷 是不是 也都令到世界的局勢出現動盪 是不是 因為你俄羅斯 是不是 就是過去曾幾何時 是世界超級大國 在蘇聯時代 是不是 擁有那麼多 就是有那麼多核武器 是不是 所以 喂 大家對這場戰爭 都是希望快點可以停 是不是 然後習近平這次訪問莫斯科 匯普京 他就要做和平試者 是不是 因為這個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之前有些文章 都有講到的 就是 譬如在這個 就是早點 在上一個月 北京發佈了解決烏克蘭危機 這十二點立場 就是官方的立場 是不是 那麼這篇文章已經很清楚了 是不是 這個立場已經很清楚了 是不是 那麼就是 又強調這個所謂和平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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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的說法也是 是不是 那麼 他希望 這場戰爭呢 可以快點 就停了他 然後他們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譬如說如果現在 在習近平建完普京之後 真的停戰了 那麼 哇 他就攬了這些功勞 是不是 那麼 所以他現在只是給點顏色 你美國看的 是不是 他這次要擔當一個所謂和平試者 萬一真的因為他去完之後 是不是 或者跟普京談完之後 那真的有機會停戰的話 那麼 那麼 現在 可能那個行程安排 就是建完這個普京之後 就會跟這個扎輪司機通電話 那麼很明顯 他就是要做這個中間人 做這個調停者 是不是 那麼 那麼 美國那個 美國 拜登的角色 他又不斷 給那些武器 這個扎輪司機 是不是 又付錢 那麼 於是 就是 在國際社會上面的印象就是 哇 他主張和平的 就是我的說法就是 以和平之名去介入這個俄烏戰爭 你可以這樣看的 其實是 那麼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 就是 美國 俄羅斯 中國 是不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鐵三角 就是那個 合縱連環 那麼這三角是軍事力量最強的國家 是不是 那麼 現在呢 中俄就站在一起 是不是 那麼 很明顯就是要抗衡美國 那麼 你美國一直以來 都是那個 所謂世界秩序的主導者 你在主導世界秩序的地位 就是 眾所周知 就是 沒有人可以搖陷你這個地位的 那麼 那麼中國這條戲當然不順 如果習近平在這次訪問這個莫斯科 又可以和普京達成共識 跟著推動這個停戰的話 那麼如果真的可以停戰的話 那麼他就等於 喂 那麼 說給你美國人聽 主導世界秩序的地位 就 不是你 我都可以主導這個世界秩序 OK 那麼這個就是 給點顏色 給美國人看 好了 那麼這個是主觀願望 那麼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或者這個願望可不可以 就是 這個主觀願望 可不可以變成事實呢 那麼 那就真是 就是 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是不是 但是 現在發展到這樣 即使 有些人認為 這個 習近平見保經 這個 停戰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那麼 有些說法就是說 其實過去這一年多 就是戰爭開始 出現不久 其實俄羅斯和烏克蘭 都希望可以坐下 大家可以和談 那樣的 但是當然 大家的條件當然是談不上了 俄羅斯 他就是要搞你 他講句難聽些 你是侵略別人 你又要佔領其他那些 就是親俄的地方 你要全部拿去 那麼你表面上看 我和親俄的地區 他們要獨立 我們支持他 但是實際上 你搞定那些之後 你就搞定烏克蘭 整個烏克蘭都可以讓你佔領到最後 烏克蘭沒有理由不抵抗 老實說 這個是常識 無論你用多神聖的藉口 甚至乎 中共有一段時間 幫你一起去宣傳 這場不是戰爭 現在是一種衝突 但是打打下 已經陷入泥沼 你都脫不了身 當然希望可以和談 希望可以停戰 我們看看一些數據 在雙方的死傷的人數 根據一些統計數字 說軍人傷亡的數字 烏克蘭12萬 俄羅斯20萬 俄羅斯幾乎是 烏克蘭死傷的人數比較少 軍方 軍人的傷亡人數是12萬 但是俄羅斯是20萬 只是20萬的死亡人數 那當然 有些人說 你面積 就是 烏克蘭最多是俄羅斯的三分之一 人口也是差不多 死亡多二分一都差不多 那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這個比例有些問題 現在看看那個數字 烏克蘭12萬 俄羅斯20萬 那你如果計算總人口 計算國土面積 那那個比例 就等於烏克蘭重傷 是吧 即是你傷亡人數 好像比他少 比他少八萬 是吧 但是其實你是多過他的 因為你計算國土面積 和人口比例來計 是吧 所以如果打內支 死得更多人 那你烏克蘭就不著數 所以應該就要 和談 是吧 現在中國就走出來做中間人 在現在的形勢 去了一年多之後 是吧 另外就是美國 援助烏克蘭的 那個 那個四百多億 到今年 夏天就到期了 對不對 這個又 又影響到 接下來 美國又要總統選舉 對不對 美國介入這個 俄烏戰爭 也可能成為 那個選舉 一個政治議題 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多方面 現在你看到 無論是拜登 或者這個 習倫斯基 普京 甚至現在有一個 習近平 這四方 中 俄 這個 烏克蘭 那 就是 大家都 和美國 四方 其實最好是不打 但是不打 要有好處才行 那如果現在停戰 和平 那大家要在這個和平裏面 最好處是誰 都要計這些 所以有時候看回這些形勢 就是想回春秋戰各時代 那個合中連環 沒有這些 其實是 我經常說那句 利窮則散 世傾則散 利窮則散 就是這樣 現在美國、中國、俄羅斯、烏克蘭 如果這場俄烏戰爭可以停的話 或者在習近平 訪問完普京之後 跟著就停戰 那他發達了 那他就贏了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 他們都說要和平的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俄羅斯要撤出烏克蘭 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 那他也要有好處 所以你要看 那當然現在其實 你看到 現在最大的受害者 一定就是烏克蘭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就是 戰爭在這些野心家 比如現在看看這四個人 是不是 就是他們要想一下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是睡不睡得著 就是他們一念之間 現在加上死幾十萬人 是不是 傷亡幾十萬人 是不是 不要說我這些思想 左教 是不是 那真是 喂 傷亡枕直 就是你幾個人的一念之間 是不是 當然 就是 原兇一定是普京的 是不是 要你去打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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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 一定要抵抗 抵抗 當然是打你 好 那自己不夠 當然要找人幫拖 那美國就要幫拖 那美國幫拖 也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是不是 跟北約 是不是 那個形勢又有關 所以呢 基本上 說來講就是 逢是戰爭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過去歷史上戰爭 有幾樣東西 其實都是 要是種族戰爭 要是宗教戰爭 要是 因為這種 國與國就是 那種利益的衝突 變成戰爭 是不是 那 意識形態戰爭 也有的 是不是 好 先休息一下